明儿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会受伤 我没事 娘 遇到几只狼 打了一场 虽然受了点伤 不严重 一会儿我自己上点药就行了 行什么行啊 你这还在流血呢 走 娘带你去找大夫去 你这个得看大夫呀 娘 我真的没事 苏昭帝那儿有止血药 比那些药房的药可管用多了 是 三丫头的那些药确实很管用 苏昭帝呢 又早早回房了 没帮娘刷碗做家务 娘 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回头我说她 苏昭帝牙柴给抓走了 娘 你说什么 苏昭帝被牙柴带走了 人家亲自上门来把人带走了 明儿 你要干什么去 我去找她 姬明 你给我站住 那可是衙门是你说去就能去的地方嘛 赶紧给我回来 爹 我找到她就会回来的 你们不用担心了 赶紧回去吧 说完 便快速消失在了夜色中 苏昭帝被四个牙柴带回桃花镇的县衙时 已经是月上中天 在一堆干草上坐下 靠在墙上缓缓闭上眼睛 重生几个月了 一直没打听过京都的事情 不知道如今的京都局势如何 安宁侯府 苏昭帝苦笑着摇摇头 脑海中不由再次闪过那日的血流成河 那种嘶喊求救的声音 让她心痛难忍 越是痛 对于导致这一切的凶手 便越加憎恨 姓贵妃 她的母族 还有皇帝 曾经她那么亲密叫得姐夫的人 曾经对阿姐那么万般呵护的人 更是个禽兽不如的东西 作昭帝不敢再想下去 因为若再想下去 她怕自己会忍不住想要冲回京城去 是以她如今的力量 回了京都 怕是连宫门都进不去 又如何报仇 你是犯了什么事进来的呀 叫千寻 人送外号鬼无影 你呢 你叫什么名字 这边的牢房里只关着我们两个 所以来说说话吧 不然得无聊死了 哎 我说你不会是个哑巴吧 我这都好几天没见到人了 好不容易来一个 还是个哑巴 哎呀 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啊 你别睡啊 这牢房里可是有老鼠的 一个姑娘家家的怎么能睡得着啊 看你的样子 年纪应该不大 而且看穿着 应该也是附近村里的农女吧 没反应 再絮絮叨叨的一个人说了许久 租昭帝都没有什么反应 你到底是哑巴还是笼子 但是你说一个哑巴或者笼子怎么犯事的 难道你是被夫家欺负惨了 所以谋杀了夫君 还是谋杀了夫君全家 这画本上都是这么写的 你说画本看多了 等晚了 别影响我休息 千云无语了 他抓狂的在木栏杆上 用力的拍了一巴掌 又引来玉丽的怒骂声后 好 你好啊 还没人敢这么无视我呢 小农女记住你了 你给我等着 我真的记住你了 一夜过去 我虽然是农女 但身上提挤银子 还是有些的 直到她跟着牙柴走出去了 千云都没明白这个女人是什么意思 特意告诉她 她有提挤银子 难道不知道她是什么人吗 还敢把她身上有钱这件事说出来 想到这儿 千云忽然神色一脸 震惊地看向苏昭帝离开的方向 这女人知道她是干什么的 苏昭帝被罩上公堂 看着跪在地上的那一大群人 你女苏昭帝 见过大人 你就是那个苏昭帝 你跟何天光 可有恩怨呀 并尾 可她家人提上诉状说 与何天光失踪案有关 本官来问你 你的弟弟 是否曾被你父亲卖给何天光呀 是 大老爷 就是他 肯定就是他害死了我们的爹 你这个黑心干的女人 你为什么要害死我们的爹呀 我们是花银子买你的弟弟 你怎么能那么狠毒的 对他下毒手 是啊 还有我弟弟 你把我弟弟还给我 又一个女人扑过来 苏昭帝被他们扯得东倒西弯 一双手已经紧握成全 眼看着就要忍不住动手了 放肆 公堂至上 岂用二等如此喧哗 何夜是你爹 你说的弟弟又是谁 你还问我弟弟是谁 你都杀了他 你还装不知道 我杀了他 你看到了 你也太看得起我了 大老爷 民女只是遥光村的一个农女而已 没见过世面 接触外面的人也很少 那天我知道我弟弟被我爹给卖了之后 我确实去追何夜他们了 大老爷 你看 他自己都承认了 他承认他害死我爹了 大老爷 一定要判他的罪 安静 你们把公堂当什么地方了 苏昭帝 你接着说 把那天的事情原原本本的给本官如是倒来 回禀大老爷 事情是这样的 他把当日他一路追着苏远青他们 到了破庙的事情都说了一遍 只不过 他跟姬明跟何夜他们动手的事情省略了 包括圣府的事情他都没有隐瞒 你 你说什么 你还去过圣府 苏昭帝观察了一下他这个反应 想了想 还是没把自己给圣楚玉治病的事说出来 只是说 他是去圣府找楚大夫的 楚大夫在唐苏明 上到富贵人家 吓到平民百姓几乎都认识他 你是说 你弟弟是你用银子从何天光手上赎回来的 回禀大老爷 是这样的 苏昭帝 你最好都要老实交代 莫要自悟 本官可是听说 你带回家的可不只是你弟弟一个孩子 还有一个小姑娘吧 根本不可能为两个人属身 我家公公至今未归 肯定就是你对他们下了手 不知道被你弄死在什么地方了 你今日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 我已经派人去请楚大夫了 你先解释一下 你带回家的那个小姑娘 怎么回事吧 我去守我弟弟的时候 发现何爷那儿 有一个病得快要死了的小姑娘 何爷他们本就是准备丢弃的 我不忍心 所以就带了回来 没想到几副汤药下去 居然慢慢好了起来 何爷的儿媳妇许氏 却根本不相信 在领着其他几家员港 一起指责苏昭弟说谎 我说没说谎 我想还是找到何爷问问吧 他应该是最清楚的 哼 这种话你也敢说 看你就是知道 我家公公不能来跟你对质 所以才会这么说吧 为什么不能出来对质 你杀了他 怎么出来对质 他让我冤枉啊 我一个柔弱女子 怎么可能杀人呢 我从小可是连只鸡都不敢杀的呀 大人 请你为我做主啊 只是还未调查清楚 许师 说话注意你的言辞 大人 我来证明我家娘子是清白的 你是何人呢 记名拜见之县大人 我是苏昭弟的相公 当日救人 我跟我家娘子一起去的 大人 这下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杀了我公公他们了 肯定是跟他相公 何谋害死了我家公公 跟那么多的手下 然后抢了他们的银子 肯定把尸体给埋了 对啊大人 求大人为我们做主啊 知道楚大夫很忙 年岁也大了 不过今日这事啊 得请楚大夫来说一下 大人 刚才路上差役小哥已经把事情跟我说了 苏昭弟确实从我这儿借走了五十两银子 当时我并不知他是要救弟弟 早知道该多借他些 之后他答应会用药草慢慢偿还 便匆匆离去了 这是当日的借据 还请大人过目 确实是真的 本来他确实是给他弟弟输了身了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二人 这一定是他伪造的 他这样的无赖 楚大夫怎么可能会愿意把银子借给他呀 无赖 他可是个非常出色的采药人 卖给我们药铺的药草那都是极好的 这样的人 我愿意借银子给他 有什么问题吗 楚大夫 他在遥光村本来就是个无赖 正常气男霸女不说 连自己的亲生父亲差点被他砍死 要狠毒的人 楚大夫还是尽早看清他的真面目为好 看来你对我很了解嘛 难道在给我安置项罪名之前 曾去过遥光村调查过我 知道这罪名安在我的身上能成立 所以才选了我 或者还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我在遥光村内的事情 都有人告诉你 但是这个人是谁呢 肯定是我们村里的人 而且应该跟我还有些过节 所以你们是在合谋害我 你在胡说什么呀 这些都是你的猜测 你就是想洗脱罪名 现在反过来污蔑我 就算楚大夫借给了你银子 你也不一定是熟人了 谁知道你干什么用了呀 这能证明什么呀 你就是杀了人 你今天必须去坐牢 我这 给我们赔偿然的话 你就等着偿命吧 那我呢 我能不能证明他的清白呢 何也 他居然活得好好的 是啊 居然是他 那他那儿子和儿媳妇 这是做什么 我看就是有预谋的诬告 就是想要害人家那位小娘子呀 弟弟你你活着 你真的还活着呀 哥 谁跟你说我死了 怎么可能啊 这怎么可能呢 那人明明说死了 他死了他 死了 谁告诉你我死了 爷爷你真的还活着呀 我 我以为你死了呢 我活着就好 你活着就好啊 看着自己这个儿子 和爷眼神柔和了下来 可却也很复杂 早年只娶过一位娘子 所以只有这一个儿子 虽然他向来很心 但对这个儿子 却是呵护被知 儿子也很懂事 从小也很孝顺 可是自从他娶了妻 他这个儿子就变了 跟他妻子长日的算计他的银子 他曾找过儿子 告诉他 他百年之后 所有家产不都是你的吗 儿子当时听得很难过 跪下给他认错 说他错了 不该算计爹 不该不懂孝顺 可回去跟媳妇睡了一晚 第二天 就又变回了之前的模样 几次三番下来 和爷也终于明白 他们父子很难回到以前了 和爷重重地叹了口气 跟县太爷把事情原委说了一遍 和苏昭帝说得完全吻合 县太爷当堂便放了人 取誓他们因为诬告的罪名 下了狱 苏昭帝放和爷去处理家里的事情 柳青他们也放回去 暂时跟家人团聚 我只给你们三天的时间 三天之后 我们有事情要做 你们再回来时 便是我的得力手下 还有空间的事 要烂在肚子里 今日我信任你们放你们出来 若他是因为这个 给自己招来大货 我会在我出事前毁灭你们所有人 只是你们 包括你们的家人 应该知道我不是虚言 主子放心 我们一定试次效忠主子 你们只要用心帮我做事 将来我一定不会亏待你们 回去的路上 姬明租了一辆马车 你有没有受伤 还有没有受欺负 你刚才把和爷的儿子叫去 问了半天 问到什么了吗 自然是问到了 他说是一个秀才老爷 给他们写的状子 并且告诉他 他爹已经被我给杀了 而且说我手上有不少银两 让他们跟我多要银子补偿 来处理吧 毕竟是我们的家事 你处理 万一涉及到你更亲近的人呢 你是大义灭亲 还是糊弄我 我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 姬明 本来我们也没有什么夫妻情分 如今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谁也不干涉谁就好 你的事情我不过问 我的事情也不需要你管 至于这件事 我会自己查清楚 不需要你插手 你不是塑造地吧 能告诉我 你究竟是谁吗 我当然是 我这张脸这么有辨识度 你难道会认不出来吗 姬明无从反驳 这也是一直她想不通的地方 这个女人很不简单 对不是村民口中的那个无赖 她聪明睿智 又强大不羁 这样内在的一个人 真的是这个小山村 能培养出来的吗 怎么伤的 姬明只是看了一眼 自己瘦伤的胳膊 没事 不小心被刮伤的 塑造地淡淡按了一声 没有多问 她是大夫 只一眼就知道 她是刀伤 不过既然她不想说 她自然不会问 这样互不干涉的生活 才是她想要的 村民们见 苏昭帝真的回来了 纷纷议论她这次的事情 不过 徐氏却恨得牙痒痒 本以为这次 能让苏昭帝死在大牢里了 不成想 居然又回来了 我跟小罗特别高兴 两个小家伙 都抱着苏昭帝哭了一场 你说说你 怎么就不能消停点呢 天天给我们家惹麻烦 自从你嫁进来 这家里就麻烦事不断 苏昭帝 我看你就是个扫把星 我们家迟早被你连累了 你这个老婆子 这三丫头好不容易回来 你怎么还说个没完没了了 让她先去洗洗晦气 昨天就没吃东西 又在牢里一晚上 肯定早就饿了 你跟月儿赶紧去准备饭 嫂嫂能回来就好 肯定吓坏了吧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女子 能安然从大牢里出来的呢 你很不希望我回来吗 怎么会呢 嫂嫂这说的是什么话 从你被带走 我跟娘还有爹 就非常担心 现在你回来 我们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苏昭帝只是敷衍地淡笑了一下 又说什么 目前她还没有证据 也不打算动她 不过之后嘛 她苏昭帝还从来没有吃过亏 不还回去的时候 行了 三丫头跟明儿才刚回来 让他们去休息吧 你们赶紧去准备饭 不准备写 肯定早就饿了 准备什么饭 她这么能惹祸的人 还吃什么饭 娘 胃饿了 胃从昨天到现在都没吃饭 你不能让我们饿肚子吗 你还好意思说 你看看你那个没出息的样子 你听说她被牙柴带走了 转身就走 身上还带着伤 饿肚子也是活该 我是真饿了 给你做饭好不好呀 娘 你蒸了馒头啊 不对 这香味 蒸了包子啊 娘 你看你 就是嘴硬心软 还舍不得我们饿肚子吧 在厨房哄了吴师一会儿 记名才回了屋 你这是干什么 你拿衣服做什么 我要出去洗澡 你这是干什么 你 你只是去洗澡啊 不然呢 我还应该做什么吗 没有没有 那个我娘说饭做好了 还是吃完饭再去洗澡吧 而且现在还是白天 不便洗澡也不方便 家里之前不是买回来一个浴桶吗 我去给你烧热水 你在屋里洗吧 已经冬天了 喝水也挺凉的 不用麻烦了 我习惯了 素招弟你干什么去啊 说了你两句你就要跑吗 你做了错事 还不许说了吗 我一个婆母 我说你两句怎么了 你 娘 她只是去洗澡了 你别骂了 说完跟着出了门 现在这种天气出去洗澡 也不怕冻死你 一个姑娘夹夹的 真不知道怎么想的 居然跟男人似的 跑出去洗澡 娘 嫂嫂家原来是个什么情况 你也不是不知道 她以前在家里 肯定都是跑到外面洗澡的 所以才会如此吧 现在能跟以前一样吗 她现在可是有夫家的人 这要是被人看 算了 回来我还得好好说说明儿 这怎么能允许呢 说完进了厨房 机灵月站在院子里 按着院门 心中充满了不甘 她以为这次素招弟 肯定要坐牢了 毕竟那可是她堂哥 找了关系办的事 没想到 她竟然还能翻身 真是小看她 塑造地静止走到河上游 你在等我 准备跟我一起洗啊 有人总跟着 我觉得不安全 你为什么要跟着我 谁说我跟着你了 我也来洗澡而已 你在牢房待了一夜 你在县压门口守了一夜 也是浑身脏屋 自然需要洗洗了 别再走了 上面都是开阔地 不适合洗澡 回来了 我在这里给你看着 赶紧洗 这河水凉 稍微洗一下就行了 这都入冬了 会生病的 苏昭帝没理会她 直接穿着泻衣就下了水 济明背对着她站着 听着身后的水声 耳朵微微泛红 心跳都不太规律了 她觉得自己简直是有病 苏昭帝那个鬼样子 怎么会对她有什么 有什么阴影想法呢 她都不知道自己 什么时候这么重口了 苏昭帝其实除了脸 其他地方都绝对是美人标配 果然是个傻子 却也是个君子 这也是苏昭帝赶在她面前 直接脱衣服的原因 相处下来 这个济明给她的印象 其实并不坏 但她不喜欢这样 也不能 她身上背负着血害深仇 再说了 济明或许也不是那个意思 苏昭帝没有洗太长时间 就在济明心理防线 快要崩塌时 你洗完 那个了四 被遏制在了喉咙里 发不出去 因为在她面前的 是一具迎白如玉 犹如发光的完美躯体 水珠顺着光滑肌肤 不断滑肤 美人出狱 美到一不开眼 即便是济明的定力 此时双甲都通红起来 呼吸更为补偿 苏昭帝本是要来拿衣服的 完全没有想到 济明会突然转身 同集脸色一变 一伸手 手中的衣服 便朝她脑袋上盖了过去 随后迅速把自己 能穿的衣服都穿上 济明一直都很老实地 站在那里 没有动手把衣服拿下来 只是不断地 做着深呼吸 这对于她来说 绝对是一种折磨 你洗完的话就赶紧回去吧 这里太冷了 你去洗吧 听咳了两声 快速把身上的衣服除去 跳进了河水中 左朝帝在河边 蹲下洗自己的衣服 并没有朝那边看一眼 两人回去的时候 太阳已经西沉 你这到底是干什么去了 洗澡非要去河边 什么不知检点 左朝帝没跟她一般见识 静止把衣服晾上 回了屋 不一会儿 济明就端着饭菜进来 喝点吧 这个能屈寒 我知道你不愿意再用那个芋桶 是因为月儿用过了 我明日去镇上再给你买一个 以后别去喝李沐浴了 女子身子本就弱 生命就麻烦了 干嘛喝那么齐啊 慢点喝 身体才能暖起来 你这样一口全下肚了 效果可不如慢慢喝 我再就给你尝一碗 不用了 那么难喝的东西 喝一碗就行了 难喝 娘今天做了包子 我娘包的包子特别好吃 你尝尝 给我洗过手了 见她还是没动 便直接把塑造滴的碗 换到了自己这边 吃吧 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 怎么了 不合口味啊 不合口味 那是大户人家才能用到的词 用在我们身上不合适 这句话 本带着几分试探之意 因为她总觉得 记名身上有一种很高贵 独特的气质 那绝对不该是村里 农户身上会有的气质 你慢点吃 喝口水 别噎着了 怎么不吃了 都吃了吧 好不容易家里吃灰包子 吃饱了 我就洗手 明儿 是不是没吃饱啊 没有爹 我就觉得一个包子 没必要剩下了 就吃了 这也怪你们俩 非要先去洗澡 你们去洗澡了 月儿说 应该给你奶奶 送些包子去 很合一下关系 我想也是 不管怎么说 我们都是最亲的人 孝敬老娘 不是应该的吗 我就让她 送了些包子 去给你奶奶 你要是没吃饱的话 明日让你娘再包 凌月回奶奶那了 是 去给你奶奶送包子了 明儿 虽然你奶奶之前 做的确实很过分 但月儿回来说 她近几日身子不太好 毕竟年纪大了 你也别再怨她了 若是有时间 还是去看看她 季明没心迭气 要说什么事 背上季老三那双 有些欺盼的毛子 抿了抿唇 一些残酷的话 终究没说 等季老三喝完热水 季明扶着她 把她送回房 然后才回了屋 轻点 闹太大了不太好 而且 三日后 当和爷跟柳青 他们出现在她家院子时 你们这是何一 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我们家的院子 你们为何随意闯入啊 爹 我听说这次嫂嫂被抓 就是因为这些人 尤其是这位和爷 他们家人 告嫂嫂谋杀 可嫂嫂还是好好地回来了 他们不会是来 后面不用说下去了 吴氏跟季老三都明白 吴氏心中把苏昭帝 又狠狠骂了一段 这个蛇祸精 不然又是他 和爷 我家儿媳之前 是有什么得罪之处吗 还是说 我们熟人少给了盐子 不知你们今日上门 究竟所为何事 自然没有 那熟人可又少给盐子 自然也没有 那不知和爷这兴师动众 闯进我家究竟是为何 我虽然不是识文断字的 但也知道 私闯别人宅愿的 都是触犯律法的 爹 这些人这么凶神恶杀 再说是嫂嫂招惹了人家 你别这么说话 那一惹恼他们杀人 怎么办呢 你这说的什么话 你嫂嫂没做错什么 这些人去上门找麻烦 难道我还要把你嫂嫂 打一顿不成 爹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 就是想说 明明是嫂嫂招惹的 让他自己出来认错吗 可别连累我们呀 这些事让他自己解决 爹 你怎么能对我发火呢 好了 你爹他不是跟你发火 你别难过了啊 不过这件事 我们家确实没有错 为何要跟他们认错 你爹做的没错 你看看你做的好事 天天给我们家惹祸 不是官府 就是恶霸 你自己去解决 不要连累我们 我的事情 什么时候用你们解决过了 纪灵月 我是你嫂嫂 谁教你的跟我这样大呼小叫 还有 你如今既然生活在这个家里 那就少做那些吃里爬外的事情 任何事只要做了 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个女人的目光如此凉厉 难道是知道了什么 你是疯了吗 月儿他怎么惹到你了 就是说了几句话嘛 你至于这么吓唬他吗 什么叫吃里爬外 啊 他是我的亲生女儿 是记名亲生的妹妹 我们的家人 苏昭帝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敢欺负月儿 我 我跟你没完 既然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那就看好了 别争的哪天害得这个家家破人亡了 才后悔 你们来了 看到六个人全都到齐了 苏昭帝其实心中还是很欣慰的 总算是没有背叛他 算是这些人识识物 他们体内的毒药虽然被压制了 但苏昭帝在他们体内还留下了一种古毒 是真的敢背叛他 他就能在不见到他们的情况下 催动古毒 一定会立刻毙命 好了 我让你们做的事情 做得如何了 朱 姑娘 我们已经在镇上攀下了一家店铺 这件事买成衣的铺子 眼主是一对老夫妻 要去齐州跟随儿子过来 就把铺子攀出去 位置很好 在东街比较热闹的地段 铺子的装修我也找了人 这几日就能开始动工 就是不知道姑娘准备如何收拾 三丫头 你这是 我准备开一家药铺 所以让他们帮忙找铺子 药铺 那可得不少银子呢 你现在有银子吗 再说了 药铺得有大夫呀 你说到这里 他忽然想起 姬老三的腿 就是苏昭弟治好的 之前可是镇上 所有大夫都说治不好了 但是苏昭弟却能治 对于他的医术 不是也没有什么可反驳的了 姬灵月其实到现在 都不太相信 姬老三的腿 是被苏昭弟治好的 嫂嫂 你什么都不懂 就敢随便开药铺啊 那可是要抓药的 生死人的话 会吃官司啊 你不是又要害得 我们家遭殃吧 你也真敢想 开药铺啊 不说这些 那可是一大笔银子啊 不是说说就能开的 和爷皱起了眉来 他来了这么一小会儿 就见这个女子 对他们主子 好几次的冷嘲热讽了 主子一直没计较 但他却有些生气 我家姑娘的医术 那是举世无双的 还觉得在这桃花镇上 开间药铺 有些埋没他的医术了呢 你说吃死人 可真就有些可笑了 看来你对你的嫂嫂 并没有多少了解啊 一个乡下农女而已 她会医术 你才是可笑吧 你们根本就不是 月儿 够了 见柳青等那几个大汉 突然上前 吴氏吓了一跳 生怕他们对姬鼎月动手 你这是干什么 找这些人来家里 要无扬威了 只要你管好你的女儿 别来招惹我就行 说完带着和爷他们 竟然进了自己屋子 死丫头 你就算跟和爷他们 有些交情 但也不能让他们 进你们的屋子吧 有什么事 来我们屋里说吧 姑娘 姐老哥说得对 我们都是男子 不好在你相公不在家的时候 进你的屋子 好 那我们出去说吧 临出门时 苏大帝深深看了姬灵月一眼 目光中包含了太多的东西 有警告 有冰冷 还有杀意 娘你看到了吗 嫂嫂她现在把我看成眼中钉 现在不知道又跟这些人 牙子有什么关系 万一 万一她哪天要把我 偷偷卖掉怎么办 她敢 月儿你别怕 有娘跟你爹 还有你哥哥在 你家还轮不到她做主 这三丫头到底是怎么跟河野她们结交的 这些人可不是什么好相遇的人啊 是啊 我也觉得奇怪 她一个女子 怎么能跟这些人攀上关系 娘 女子跟男子结交 那还能是因为什么 说不定啊 她是去勾 你给我住口 我看你嫂嫂说得对 你真的是缺乏管教 娘 我这么多年不在你们身边 我知道爹对我很是身份 可是我对你们却很是依赖啊 我 你爹不是那个意思 我们这几年也一直都惦记着你 你看现在家里日子好过了些 我们真的是恨不得 什么好的都给你 所以你别误会你爹 什么好的都是那个苏昭弟的 连想住左边那间屋子都不行 还说什么好的都给我 你说的对 不管你哥 你说长那么个样子 值得他那么在意吗 偏偏护着 不过月儿 刚才那种话可不能再说了 这关系的不只是他的名声 也关系到我们一家的名声 你是姑娘 你将来要是找婆家 人家知道咱们家名声不好的话 一般人家也不会要你 姬灵月非常不甘 但却也无可奈何 因为吴氏说的是对的 苏昭弟跟和爷他们直接去了桃花镇 太太亲自去看看店面 今日的桃花镇 似乎比平时更热闹些 发现很多的店铺门前 都挂上了红灯笼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不是知福大人要来吗 所以县台爷要求店铺 都弄得习性一些 你说 习州知府要来我们镇上 我们桃花镇 不就是隶属于齐州吗 这马上就要俯市了 知福大人也是来书院 要见见今年的学子的 习州知府 周小桥的那个养父 和爷带着苏昭弟走过半条街 然后 在一间比较古朴的店面前停了下来 主子 这铺子后面还有个小院子 两间屋子 是能作为大夫中午小气的地方 放进去两张软榻 不成问题 我们去后院看看 这个院子其实不算小 院子里放置着一幅石桌 石道 旁边圈出了一个小药园子 就是有人来打理 是斜对面一家 卖胭脂水粉 铺子里的老板娘 听说也是个苦命的人 人很好 对老夫妻临走时 要得帮忙照看一下这些草药 那夫人便时常会过来 你盘下这间铺子 花了多少银子 270两 因为带了一个小院子 所以要比这周围的其他铺子贵了些 好了 至于这里面怎么布置 怎么装修 我会尽快画出一张图纸来 你们到时候就按照我的图纸装就行 对了 你们几个 暂时找间客栈住下吧 等铺子开工 都留在这里帮忙 何爷 没事 我们几个其实这段时间 在主子的空间里种地 都习惯了 虽然见不到外面的花花世界 但至少安静 没那么多污造事 这药铺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 回去种地也不错 哎 你们先别着急啊 我们等等看主子怎么安排 我总觉得主子要做的事很大 你们都会有用的 药铺只是第一步而已 柳青他们都点头 说到地从铺子出来 就见一个铺子前 吻了好多人 这是怎么了 哎 还能怎么着啊 这不是苗家娘子 又挨打了吗 苗家 你不是这条街上的人啊 我就是来逛逛 快不得你不知道苗家呢 这苗家 以前可是镇上的大户 这东街上 以前有一半的铺子都是他家的 只是后来 一代不如一代 如今到了这个苗二郎身上 家底已经挥霍光了 偏偏他又是个好赌的 这肯定又是赌输了钱 回来拿妻子跟孩子撒气呢 唉 要说这鱼氏啊 也是个可怜的 当初本是有个未婚夫的 可是这个苗二郎 硬是要娶他 他那爹娘不是个东西 为了几两银子 硬是毁了原来的婚事 把他嫁给了苗二郎 这不天天挨打遭罪 娘家也没人管 哎 妹子 你这是要干嘛去 再没人进去救他 估计命就丢掉半条了 妹子 这是人家的家事 我们不好插手 且那个苗二郎 可不是个好东西 你惹上他 他会来祸害你家的 听解的 还是别去招惹他了 苏昭帝没有再理会这个大姐 静止走了进去 你住手 你是什么东西 活腻歪了不长 敢管我的事 说着便捡起凳子 朝着苏昭帝砸了过来 苏昭帝再次抬起一脚 轻松把他给踹飞出去 不好了 没气了 这没气了呀 苏昭帝赶紧蹲下来 他赶紧做紧急救治 躲在地上 有规律的按压他的胸部 麻烦哪位先帮我去药铺 买止血的药 还有抓几副服用的药 我看呀 还是赶紧送医馆吧 这位姑娘 你真的会智商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 哎呀姑娘 你这是在做什么呢 他已经没呼吸了 还是赶紧送医馆 看看楚大夫 有没有办法能救回来吧 就是啊 你这一看也不像是大夫啊 姑娘 人命关天的事 这要是耽搁了 这于是死了 那个无赖苗二郎 肯定会讹你的 所以还是赶紧送医吧 苏昭帝抬头 看了一眼说话之人 必须按压于是胸部 我们把他送去医馆 小姑娘 还是让开吧 写个方子 你们谁缴成块 麻烦帮我赶紧去抓药 再买一些止血的药 还有包扎的布之类的东西 这 看到他的反应 原本不相信 这个丑陋不堪的女子 居然真的能把一个 已经死掉的人 给救活了的人 纷纷蹲下来亲自查看 是真的活了呀 他有呼吸啊 他活过来了 这姑娘 这姑娘真的是大夫 极致是大夫啊 而且是很厉害的大夫 我觉得他比楚大夫医术还好 这 简直是神医啊 之前所有的不相信 都被苏昭帝 创造的奇迹给打消了 先把它放到柜台上吧 一定要清 它身上出血不尾 现在还没有止住血呢 你们看 血真的止住了 这位姑娘真的是神医啊 真的不出血了 于是这是有救了 留下几位大姐帮我就行了 我得给她治伤 男子留下不方便 大多数人便离开了 留下了两个比较细心 而且平日里跟于是关系 还不错的大姐 要买回来后 苏昭帝就招呼一个大姐去煎药 另一个则跟她一起 给于是处理伤口 一折腾 等到从这家铺子出来时 太阳都快落山了 大家放心吧 命就回来了 好好休养会好起来的 爸 再给我打包两只烧鸡 还有你们店里的点心 也都各样给我包一份 等打包的东西送来 苏昭帝付了银子 拿起桌上还没有喝完的酒坛子 直接拎着走了 姑娘 我们店里卖的是酒 酒坛子是不卖的 这东西也是得花银子的呀 您要不喝完再走 什么破酒坛子要钱 我都在你们店里花多少银子了 连个酒坛子都不能带走吗 有你们这么口口嗖嗖做生意的吗 姑娘莫生气 这酒坛我们就送给您了 还望下次再来 不错 你就会做生意多了吗 掌柜的 你看她那穿着跟长相 估计也就吃得起这一顿饭 您还让她下次再来 已经走出酒楼的塑造地 摸摸自己的脸摸到那块黑斑 也毫不在意 笑着摇头 看这张脸 就能看出来她吃不起吗 其实脸上这块黑斑 塑造地完全能把它去掉 尽管它是娘胎里带出来的 但也难不倒我们南邻国最厉害的神医呀 不过塑造地一直觉得没必要 她之前就查看过了 去掉这块斑的话 这个塑造地长得绝对不赖 目前对她来说 太过出众的长相是麻烦 一边走 一边喝酒 塑造地晃晃悠悠的回到了和爷租的那间铺子 主子 您这是 我困了 给我找个睡觉的地方 怎么了 柳青 谁来了 主子 你怎么来了 你这是 主子 你喝酒了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喝了这么多酒啊 把塑造地弄到收拾好的那间窖带的屋子里 放到床上后 两人便出来了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柳青 想不还是打笑吧 和爷 你难道真的要一辈子认这么一个主子吗 而且我们身上还有他下的毒 现在是个好机会 我们说不定 能从他身上找到解药呢 柳青 你不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 其实也不错嘛 我知道你对身上的毒一之有忌忑 这种命捏在别人手里的感觉 确实不好受 我也有时候会担心 不定自己哪天惹恶了他 您就丢了 但是经过这次的事情之后 我发现他不是那种滥杀无辜之人 只要我们认真给他办事 他不会杀我们 而且我现在也没别的地方可去 就算真的能脱离他的掌控 日后的日子 我也不知道怎么过 反而现在跟着他开铺子 种地 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很安心 柳青啊 我们这位主子 绝对不是吃中之物 你难道甘心一辈子 困在这个小镇上吗 将来娶个丑媳妇过一生 你不想去见识 见识外面的世界 当然行 可是跟着他真的是对的吗 他真不会杀我们 柳青 他真不是那种滥杀无辜的人 我活了半辈子 看人还是挺准的 好 何爷 我反正一直都跟着你 让我现在自己去生活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日子 该怎么过 以后就跟着主子吧 放心吧 不会错的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到时候我跟主子说说 看看能不能 把你们都留在药铺里 怕是不行啊 毕竟我们种了那么多粮食 出来的时候 麦子都长得很高了 这会儿说不定 都开始结罪子了 好了 等铺子忙完 我们跟主子说说 别打扰主子休息了 以后那些话 不能再说了 主子知道可就麻烦了 随着脚步声远去 喝得醉萱萱 不省人事的苏召地 难难道 风险 一念之差 就可能会丢了小命 第二日 苏召地醒来时 天已经大亮 怎么了 主子 早饭好了 你起来吃点东西吧 今儿我们就准备开工了 放桌上吧 柳青 空间的麦子 差不多快能收割了 你们这边忙完就回空间吧 是 苏召地点了点头 麦补出了门 主子 你没事吧 昨夜喝多了 今天怕是头疼啊 没事 你们今日开工 那木匠都找好了吗 找好了 而且我们的小六子就回木匠 所以我又从外面 请了一位木匠 这些木料也都联系好了 今日就能送来 是吗 本来我的人里面 还有这等手艺人呢 主子可别这么说 我也是那几年 在家里跟着一个老师傅 学过几年 不算手艺好 所以 吃不合一 又从外面 请了一个老木匠 有人把关 我也敢大胆做 不要妄自菲薄 你们哪 有本事尽管都使出来 主子我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哎 好嘞 我们为主子一定鞠躬尽瘁 苏召地的眼角余光 撇到从后院过来的柳青 见他神色似乎无常 便又跟和爷他们说了几句后 回去洗漱了 再次回到房间 看到桌上摆着的一碗青粥 两叠小菜 放到鼻翼下闻了闻 之后喝了一口 又检查了一下那两叠小菜 发现都没毒 虽然他识相 如果是他真敢下毒的话 苏召地会立刻让他死 柳青不知道 自己刚才其实是生死一念间 不过 他终于是选择了生 怎么了 直接说 主子 你昨日就出来了 今日也未回去 你的家人可能会担心 是不是给他们送个消息啊 不用了 我画好图纸 我就回去 和爷离开许久 照地都盯着面前的纸张 没有动手 想到侯府那个 一直特别任性的胞弟 他心中就变得柔软 可惜啊 终究是故去了 静贵妃 不会很久了 你们可要好好活着等我回去 和爷他们全都在前堂做事 到了后院的动静 老六子便准备过来看看 不用过去了 主子如果需要我们帮忙 会叫我们的 把图纸交给和爷之后 他便回了阳光村 回来了 你 你怎么走路都没有声音的 你想吓死我 快松开我 你想干什么 静明你是不是疯了 苏昭弟 哥 你干什么去了 一整夜都没回来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静明 你给我放手 你少跟我发疯 你要再不起来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在问你话 昨晚去哪了 是不是又去圣家了 又去找那个圣家公子了 苏昭弟恼怒 手腕一翻 一根银针猛然从他手中飞出 直接刺入了 静明胸口上的一个穴位中 果然是人性蛮牛 居然这么重 说着 直接抬起了脚 双脚用力一蹬 静明身体直直地朝后 扬倒了下去 轰的一声巨响 你干嘛用这种眼神看我 你知道 这要是以前啊 我一定会直接咽了你 是我现在脾气变好了 要不然 又凭你也敢三番四次地对我动手动脚 就直接让你变太监了 静明眼神越发地愤怒 这不管他怎么怒都无济于事 你既然喜欢在地上躺着 你就躺着吧 我去找小五了 静明眼睁睁地看着苏昭弟出门 而他则躺在冰冷的地面上 心中有种荒诞的感觉 而且还有无尽的恼怒 你也到底为什么要担心他 这个女人根本就没有心 一整夜没睡 想着他再不回来 就去找他了 他倒好 回来是回来了 可是一回来 就把他踹到了地上 就着地去找了小五跟小罗 这两个小家伙 果然都哭唧唧了半天 说他一整夜没回来 他们担心的都不敢睡觉 你们吃午饭了吗 没有 婶婶说 等他跟灵月姐姐 从夏阳村回来 就给我们做饭 他们去向阳村了 去向阳村干什么 我 怎么回事 说 向阳村 不是有个私塾吗 我以前也经常去私塾外面听课的 后来私塾的老夫子年纪大了 现在是一位很年轻的夫子 听说是个秀才 也算是暂时来当夫子吧 毕竟还是要继续考取功名的 什么意思啊 难道季灵月那么大年纪了 还想去读书认字不成 想去说亲 婶婶说 有功名在身的人 将来肯定有出息 希望能让灵月姐姐有个好归宿 地大叔也跟着一起去了 有功名在身的人是好 但是人家也得能瞧得上你不是 既然家里就剩我们几个了 那我们怎么吃饭啊 菜跟米都有 还有鸡蛋 我这个怎么做啊 三姐 我可以试试 这些天我也跟着婶婶学了一点 你确定你可以啊 你不会把厨房给炸了吧 只有你家婶婶那个脾气啊 回来要是看到厨房炸了 估计会杀人 三姐你不做就不能不添乱嘛 没事小罗 你坐吧 三姐在这里帮你看着 万一厨房真要炸了 我会及时把你们俩都救出去的 三姐你别吓唬我了 我都不敢动手了 没事 不就一间厨房嘛 大了也没事 你尽管大胆的做饭 唉 我早上可是只吃了一碗青粥 现在饿得很 小罗啊 你不忍心三姐跟小五饿肚子的事吧 那你就得努力做饭好不好 嗯 小罗不会让三姐跟小五饿肚子的 看着小家伙点着脚去尝米 然后用那双小手淘米 足到地觉得特别有意思 一直就椅子那儿 笑眯眯的看着 小五却不如他这般轻松 见小罗够不到锅台 他便赶紧给他搬了一个小板凳 自己则主动生活 洗菜 三姐 我们真的要把这些鸡蛋全都炒了吗 那省省回来 没事 炒了吧 你们不想吃鸡蛋吗 我来打鸡蛋 这个我见人打过 三姐 你留几个吧 我们也吃不了那么多 留几个 省省说不定就不发火了呢 怎么可能 他这个脾气发火是肯定的 既然都要挨骂 那我们干嘛 不吃个痛快呢 你们说是吧 小罗跟小五对视一眼 两人都觉得挺有道理 塑料地打好鸡蛋后 便把那个大碗端给了小罗 你行不行啊 不行的话 我去找孙大娘来帮我们 好啦 没有不相信你 你炒吧 放心大胆的做 就算狐狸也没关系 炒吧 见他这么紧张 塑料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后 便出了厨房 站在院子里 感觉有些冷 塑料地便回了房间 怎么样 大冬天的睡在地上 感觉如何 你还真是猪啊 在这样冰冷的地上都能睡着 轻松把它弄到床上 塑料地还没有进厨房呢 就闻到了糊味了 这是啥 三姐对不起 我 我炒糊了 三姐是我的错 我家伙太猛了 所以才会糊了 我说你们俩 能不能先让开 让我把这东西弄出来 一会儿厨房真炒火了 塑料地拿了锅铲 赶紧都给铲出来 看着还在不停冒烟的锅 呃 是不是应该加水灭火啊 等等 不要 可水下锅 也好像迅速就废了 吃吃的不停响 机名快速冲进来 一把把塑造地拉开 当看到锅里的强行后 也只能无奈叹息 嗯 那个 这里太呛人了 我们先出去了 说完 一手拉着小五 一手拉着小罗 迅速离开了厨房 三姐 姐夫会不会骂我们 刚才那锅 是不是坏了 骂什么 不就是一口锅吗 没事 大不了三姐 陪他们一口就行了 等机名从厨房出来 我说 我们今天这是不能吃饭了吗 不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带着小五跟小罗 去镇上吃大餐了 要不要去 唉 好 让他俩清洗一下吧 我家里的驴车 被我爹他们用了 我们得走着去了 说到底才不会傻的走着去呢 于是 便去礼副贵家 借了他家牛车来 机名 你这是要带着媳妇上镇上 哈 被锅坏了 去镇上伯伯 是吗 这锅可是个耐用的东西 你家这锅怕是质量不太好 我跟你说啊 就镇上南街上有个李铁匠 他家的锅特别耐用 你可以去看看 富贵叔 我们就先走了 你帮我们照料一下家门 我们很快就回来 您说那个铁匠铺子 我肯定去看看 有富贵这才满意的离去 都姓李 怕是亲戚吧 三姐夫 我自己可以 亲戚也没什么 富贵叔一直对我们不错 我们就去那家铁匠铺子看看吧 好了 傻大哥 我们出发吧 你到底有什么事啊 直说这么吞吞吐吐的 你到底是不是男人 姓明又回头看了他一眼 我没有吞吞吐吐 就是在等你自己说而已 谁知道你这么不自觉 说什么 自觉什么 你想让我说什么 听说你在镇上盘下了一间铺子 要开药铺 对啊 这有什么问题吗 我是你相公 你不该跟我商量一下吗 商量什么 你是能帮我装修呢 还是能给我出银子 本来就是我自己的事情 为什么要跟你们商量 俗昭弟 你一点也没有身为人气的自觉吗 我是你相公 你开了药铺 这准备日日往镇上跑了吗 我不需要日日往镇上跑 我是大夫 自然要住到镇上去的 你说什么 俗昭弟 我告诉你 我不同意 女子出嫁从夫 现在是我的娘子 你之前日日在外面跑 我也就不管了 但是你想住到镇上去 对不行 谁家邪法能如此抛头露面呢 姓明 不管你同意不同意 没有准备要跟你商量 你也没资格管我 若是你觉得我给你们家丢人 那就合理 或者你直接给我一纸修书 我们各过各的 你 你说什么 你想合理 本来若是相安无事 这么过日子 也能过下去 但你不能管我的事 如果你非要管 那就合理好了 本来我们之间 也不是因为感情 或者其他的东西才成亲 我当初也不过是全个名声 你也不损失什么 你家盖房子的银子 还有其他花销 都可以不需要你还 苏昭弟 你被欺人太甚 姬明其实是想要 跟苏昭弟好好相处的 之前被他一针扎的 丢在地上后 他其实也恼怒 可是还是忍了 想着以后收了自己的脾气 应该也能好好过日子 可是没想到 这个苏昭弟得寸进尺 休想 把我当什么人了 你做明日就还给你 至于何离 你想都不要想 等我哪天不高兴了 不许能给你一张秀书 但不是现在 那你就别管我的事情 姬明我告诉你 我不喜欢别人对我的事情 指手画脚 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能解决 也能做好 从来不需要别人 三姐 三姐夫 我饿了 我们不能先去吃饭吗 你们有事情回家再商量吗 没事 我们马上走 走吧 事情没解决 姬明很不喜欢这种感觉 他曾经坐视雷厉风行 如果有事情 就会立刻解决 但看到小罗害怕的样子 还有小五 姬明也忍住了 现在跟苏照弟 比出个对错来的心思 再次跳上车 在牛身上狠狠地抽了一篇子 赶车 继续走 小罗 你想去镇上书院上学吗 今日刚好带你们去镇上 一会儿吃完饭 就去昭阳书院看看 三姐你不知道 小五早就想去书院了 自从三姐说 可以送我们上书院 他就天天盼着 只是知道三姐很忙 所以一直没敢跟三姐说 你这个小家伙 要记住啊 跟我呢 要遵从本心 想去为什么不说啊 万一我忙忘了 过几年再想起这个事 你入学的年纪都过了 岂不遗憾 遵从本心 对啊 人应该潇洒自主啊 只要是心里想要的 就去争取 手段不重要 过程不重要 得到才重要 小五 希望你永远都能坚守本心 能随心所欲地活着 姬明回头 看着苏照弟的眼神 幽深慧暗 得到最重要吗 苏照弟觉得上次吃饭 那家酒楼不错 于是便直接把他们都带到了这里 客官您又来了 你认识我 嘿嘿 当然认识了 您昨日在这可是大吃特吃了一顿 先走还带了三只烧鸡 我记得真真的 正有位置吗 我今儿可是带了一家子来吃饭 能给我找张大桌子了吗 那是自然 自然 您楼上请 这次有人记住我 总算不是因为这张脸了 不用在意外人的看法 我 我们家人没觉得你丑 这还不丑 你们家人的承受能力 确实挺强的 你们两个到底选好吃什么了没有 三姐 我们认识的资不多 啊 对啊 你们还没上私塾呢 快点忘了 那我来点吧 锅烧鸡 东坡肘子 酿豆腐 水晶饺子 豆豉蒸排骨 三姐 我们够吃了 别点了 感觉好贵呀 你们俩觉得够了吗 觉得不够就继续点 反正你现在有银子 可以挥霍也没什么 看来你花我的银子 很先安理得嘛 谁让你相公我没本事呢 还得靠娘子养着 这个娘子 可绝对不能抛弃我呀 苏赵帝翻了个白眼 盯着菜谱 继续点菜 那就再来几道 说着 又一点要了五道菜 这才放走了殿小二 殿小二那嘴 都快笑得咧到耳根子后面去了 吃吧 今儿三姐好好请你们吃一顿 小二 给我们楼上安排一张桌子 真是晦气 这么丑爷敢来吃饭 倒胃口 小二 给我们换地方 我们可不挨着他们 看到他那张脸 什么饭也吃不下了 三姐 没事 不要离婚 吃饭 小五看下纪明 见他也是一副云淡风轻 好像根本不在意的样子 顿时在心中就起了芥蒂 他本来以为这个三姐夫是个好的 对三姐好 要婉事 可是如今别人如此羞辱三姐 他却无动于衷 心中很是不满 这乡下地方果然都是些没见识的东西 这么丑的女子 居然也有人要 还生了两个孩子 也不怕晚上把自己吓死 你们才丑呢 也不看看自己长什么样子 凭什么说我三姐 在我眼里 我三姐比你们这些人好看百倍 哟 这小丫头倒是比你家大人要有脾气的多嘛 我喜欢 带回去养在家里当个浸卵也不错嘛 那男人吟笑着便直接伸手去抓小罗 小罗惊得大叫 就到底心中无奈 伸手把他拉进了怀里 姬明手中筷子猛的朝前一掷 顿时惨叫声响起 不张眼的东西 少来我眼前晃 看到你们 我才真的倒胃口 那几人一看也都不是拥手 而且是见过世面之人 是刚刚姬明的一手 便都看得出来 怕是遇到硬茬子了 你们真的看走眼了 还不快滚 还是想留下几条命在这儿呢 好 新日知识我们记住了 这些鞋可不能白留了 说完便迅速离去 唉 今日这脸露得可真不值啊 是的 那么几个小喽啰而已 找个无人巷子随便就收拾了 刚才他就发现了 这几个人都是京都来的 只是不知道 京都之人 来到这偏云的小镇 所为何事 没有什么值不值 我的娘子被人当众羞辱 若不出生 岂不是太懦弱了 苏照地无奈耸牵 摇摇头 没说什么 这晚饭从酒楼出来时 你不是盘下了一间坡子吗 去看看吧 你不是不喜欢我开药铺吗 去看什么 你想去把我的铺子砸了吗 但是还没那个想法 毕竟银子都花了 小罗跟小五刚吃过饭 让他们休息一下 不是说要去书院吗 想去看看就看看吧 反正他也不怕 他真敢拆了他的铺子 姑娘 你过来了 好 你们继续忙吧 我家两个小家伙 吃多了有些车 我带他们休息一下 我记得你是这镇上 很有名的人牙子 怎么现在从良改做装修了 年纪大了 我现在看那些骨肉分离了 那姑娘能给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我是十分感激 是吗 你难道懂药理 她这是药铺 你留在这儿又能做什么呢 我不懂药理 算个账还行 姑娘是大夫 肯定会很忙 也需要个人帮忙不是 何爷 我怎么感觉这位男主子 对我们很不友好啊 多罢你自己的事 这个男主子 能做多久也不知道 毕竟 不过也别淡满了 不管怎么说 他现在都是主子的相公 柳青抓了抓头发 去干活了 纪明带着锅去了铁匠铺子 苏昭弟则跟两个小家伙午休 等纪明回来后 跟人一起去了桃花镇 唯一的书院 三姐 这就是昭阳书院吗 好大 比我之前在向阳村 听学的那个私塾 大多了 找了书院的管事者 却被告知 必须要先在私塾 上过一年学的学子 才可以入学院学习 这小罗跟小五的情况 不符合他们的规定 苏昭弟跟人家说了许久 也没有被同意 苏怨青显得很失望 回去的路上一直都闷闷不乐 小五 你相信我吗 自然信的 三姐在我心里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人 那你就不用担心了 三姐一定会让你来这读书的 可是 小五 这些事情不需要你考虑 我来办 你呢就好好读书 想来考个功名 去京都 苏怨青望着苏昭弟 心中忽然有种拨开迷雾 豁然开朗的感觉 以前她只是喜欢读书认字 可如今 三姐忽然给她指出了一条路 一条有目标的路 好 一定不会让三姐失望的 苏昭弟摸摸缩远近的头 眼神有些恍惚 好像又看到侯府那个 喜欢追在自己身后 不断叫姐姐的小家伙 小哲 那时候姐姐怎么就没能对你多一些耐心呢 我是嫌你烦 嫌你碍事 不愿意带着你玩 三姐 三姐 苏昭弟回神 三姐你怎么了 没事 我们回去吧 把小罗跟小五送回了铺子里 苏昭弟便出了门 你为什么跟着我 我跟你一起去 你知道我要去哪 你不是想给小五跟小罗搬入学吗 能找那位能说得上话的胜负了 所以你跟去干什么 我不放心 让我的娘子是个很没有自觉性的人了 再发生上次那样的事情 就去拆了胜负 就凭你吗 那你是朝中权贵 是有权呢 还是有钱呢 光有武力可不行 她说完就走 姬名愣在原地 看着苏昭弟决绝的背影 她脸色变得殷勤不定 这个女人还真是气人很有本事吗 权贵嘛 苏昭弟究竟要做什么呢 姬名站在原地生了一会儿闷气 还是快步跟了上去 我伤到你自尊了 姬名不说话 扭开头也不看她 以后你会明白的 我们是不一样的人 你在这里做个简单的猎户很好 这些日子以来 姬名的表现 苏昭弟能明白一些 她对姬名还是很欣赏的 所以不希望她越陷越深 因为没结果 她迟早要离开这里 到时她又该如何 苏昭弟 你别想摆脱我 我跟定你了 苏昭弟被她的举动弄得有些发忙 还没反应过来呢 姬名的唇忽然就压了上来 她反应过来 一脚踹了过去 女子要有个女子的样子 真可如此粗鲁 我从小就这样 才知道吗 她说着 还抬起袖子 狠狠地擦了她嘴巴 姬名黑了脸 一把抓住她 把她的手扯开 苏昭弟 在挑战我的容忍度了 姬名 你也别挑战我的容忍度 我不想在这儿跟你打一架 苏昭弟用力甩开她 快步朝前走去 姬名跟在后面 黑着脸跟着 苏姑娘 我家公子请您进去 进入院中 艺人正在练剑 出剑太慢 而且动作也慢 也就是作为观赏 看看还行 我真遇上高手 估计三招之内就得落败了 我家公子的剑法 在京都都能排得上名 你不懂就不要瞎说 你觉得是瞎说 那就是瞎说吧 你 苏姑娘 你怎么来了 真是稀客 安卫里面请吧 这外面挺冷的 不言 去上茶 苏姑娘找我可是有事 怎么不见圣老爷跟老夫人 哦 今日我祖母跟祖父去访友了 我今日来呢 主要是有件事情 想麻烦一下圣公子 我 你知道我是个乡下农女 不认识什么人 在这里唯一认识 有点实力的 也就你们圣家了 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 直说就好 我的命都是你救回来的 所以苏姑娘 你不用跟我客气 若是能帮到你 我不知道多高兴呢 对啊 我家公子自从身体健好 就一直念头着要感谢您呢 是我家里的弟弟妹妹 想上学堂 但是我今日去昭阳书院问过了 我们需要有一年的四属经历 才能进入书院 我只认识圣公子 便来找你了 原来是这样 苏姑娘放心 我一会修书一封 给你带去昭阳书院 交给书院院士便可 苏昭帝也不惊讶 这圣主欲文采气度 自始不凡 有个帝师的祖父 他怎么可能差 有这个面子 也不作为奇 圣公子 那真是太感谢你了 日后若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尽管开口就好 圣主欲赶紧伸手扶他 不过在他的手 即将碰到苏昭帝时 季明就忽然伸手 揽住了苏昭帝的腰 把他带入了怀里 圣主欲从容地收回手 深深地看了季明一眼 苏姑娘不必如此客气 相比于你对我的救命之恩 这点小事不必放在心上 好 那我便不与圣公子客气了 最后我们打交道的地方 说不定还会很多呢 苏姑娘有如此医术 圣公子也太抬举我了 我可不求什么名阳天下 这病救人 也不过是医者人心而已 而且我也确实需要银子过活不是 苏姑娘今日就在这用餐吧 之前每次来我的卧床 这次好不容易能进进地主之椅 请你吃饭 吃饭就算了 弟弟妹妹都还在家等着呢 我们不回去的话 他们俩就吃不上晚饭了 而且他们一心都想上书院 我得回去 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 他们一定很高兴 建苏到底坚持 主欲也没有再挽留 亲自把他们送出了门 苏姑娘 日后若有事 可尽管来找我 圣公子身子还未完全好利索 还是少出来吹风 赶紧回吧 今日我们叨扰了 圣公子请回吧 我跟娘子便先走了 说完 直接拉着苏道弟便走 公子 你说这苏姑娘竟然能治好您的寒毒之症 为何不治一下她的脸呢 难道那般真的无药可医 你这这么一张脸出门 不是老被人嘲笑吗 皮囊而已 这位苏姑娘不是持中物 或许我们还会相见 公子 您下个月便去京都 您是说 这样的女子 在京都也注定不会平凡 当主欲带着不言才刚回府 就见一女子急匆匆而来 欲哥哥 你怎么会又见那个丑女呢 她到底来干什么呀 是不是又来纠缠你了 她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怎可如此说话 你家里不是也来人了吗 还是早些回京都去吧 说完 她便带着不言离开 欲哥哥 我不着急的 我要跟欲哥哥一起回京都 我还有事要办 况且你跟着我们也不方便 还是早些回去吧 哼 丑女 敢来勾引我欲哥哥 我定不会放过你 说完便带着一众丫鬟 婆子 侍卫 一起出了胜负 三姐 我真的能去上书院了吗 对 可以上书院了 过段时间便是书院招生的时候 我去给你们报名 你跟小罗都去书院上学 苏远青开心地笑出了小虎牙 小罗在搂着苏昭弟 红着眼睛不停地说谢谢 就是孤儿 被人牙子卖来卖去 他从来没敢想过 自己有一天居然能识文断字 小罗 你跟小五是一样的 是我的弟弟妹妹 以后这种感谢的话 不需要跟三姐说 知道吗 小罗赶紧点头 好了 你们俩一会儿跟着你三姐夫先回去 去书院找院士 到时候我们直接来上学就成 好 三姐 我知道了 我跟三姐夫一起回家 不过三姐什么时候回来 我还婚前回去 你们先回家 不然家里那位婶子又该唠叨了 苏昭弟 你得叫娘 苏昭弟撇了他一眼 脑子没听到 一直把他们送出了铺子 苏昭弟便自己去了书院 我说姑娘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了 我们书院招生有书院的规矩 不是什么人都能来的 看来我在这桃花镇 真的是太没有名气了 竟然让你这样一条 看门狗三番四次的看不起 记住了 我苏昭弟是无赖 无赖从来都不讲道理的 说完便大摇大摆的走了进去 这个姐姐好凶啊 而且她长得好丑 你小声点 没看到连守门大叔都被打了吗 要是被她听见 肯定揍死你 我是来找院士的 不知哪位好心的公子 能带我去找院士 这位公子 你能带我去找院士吗 院士不请一件课 而且院士很忙的 一般就是我们这些学生跟夫子 都是几个月才能见到院士一面 不知姑娘找院士合适 我找院士自是有事 还希望小公子帮我去说说 就说是楚大夫让我来的 认识楚大夫 你是 算是院士吧 还请公子帮我去说说 那少年迟疑了一下 还是点了点头 转身 出了人群 进入了书院的内院 这女子长得如此丑陋 怎敢来我们书院的 还要找院士 真是丢人现眼 看什么看 你这样的女子 不该出现在书院这种文雅之地 放成这样 就该躲在家里 不要乱跑 出来吓人的嘛 这丑女就是外强中干 你看看 连个屁都不敢放 也敢来我们书院招摇 赵麒麟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议事 您来了 你看看你 哪里像个读书人 随意容骂别人 还粗话连骗 甚至是犹如斯文 行了 把你抄写论语十遍 若是再敢在书院中 如此的大呼小叫 随意谩骂 那你就不用在书院里读书了 什么 三 十遍 院士 论语那么多 十 这十 你不愿意抄的话 打扫书院半个月也是可以的 你自己选吧 院士 就是这位姑娘要找你 院士 要找您的 你跟我来吧 苏朝帝跟着院士进了后院的一间屋子 见苏朝帝盯着那幅夫子授课图看 这是赵阳书院的第一任院士 有人说他来自京都 也有人说他来自西辰国 当时来到桃花镇 见遍地桃花 只觉喜爱 所以在此建起了赵阳书院 你找我 可是因为家中有人想要来书院读书 小女子家中有一个弟弟 一个妹妹 都想送入书院读书 只是前些年家中穷困 实在是耽搁了弟弟妹妹 如今想入书院 得知书院需要上私塾的经历 我家弟弟妹妹从小跟着我们受苦 所以我想恳求院士能通融一二 家弟弟妹妹能入学 院士拆了书信 看过之后 就猛地抬头看向苏朝帝 你认识圣公子 我只是会席医术 恰巧医好了圣公子的病 故而结识了圣公子而已 你 姑娘原来是大夫 在下刚才失离了 院士可别折杀我了 我只是山野农家女 为了些皮毛而已 只是我家弟弟妹妹 这怕是还要麻烦院士 只要能让我弟弟妹妹入学 这若是有何吩咐 或者需要我们做什么 尽管吩咐就好 姑娘有所不知 书院的规矩是第一代院士制定的 我真的无权更改 不过 我这刚好有两个入学名额 可是没借院士的一点特殊权利吧 院士还有何难处 尽管对我说 我一定紧离办到 院士有何事情 可尽管说 要是我能办到的 绝不推脱 院士迟疑了一下 目光朝紧闭的房门 看了一眼后 既然姑娘如此说 那我便也冒昧了 是这样 我家中有一小女儿 如今成亲两娘了 还未有子嗣 如今夫家对她颇有微词 不知姑娘对这种女子治 是否能治啊 这个我不能跟您保证 一定能治好 毕竟女子不愿原因很多 需要看过病人之后 才能下结论 实在是麻烦姑娘了 这样不几日 我让我那闺女回嫁一趟 倒是请姑娘 到家中为她看看可好 自然可以 不过我觉得 刚才那个学生 还是打扫两个月的书院比较好 好 此时在昭阳书院外院 赵麒麟等人还都未离去 有人说苏昭弟找院士 肯定是想进书院 就他那副尊荣 走在街上都会吓哭质子 怎么可来我们这恐梦之地 不是嘛 再说了 能来书院读书的女子 哪个不是千金小姐 她一看就家境一般 那种人能来书院上学吗 我看啊 就是因为付不起书修 才会来找院士吧 苏昭弟从内院出来 便看到了站在那里的一群人 她没有理会 静止从那些人身边走过去 便要离去 丑女 我告诉你 我们书院是文人墨科做文章的地方 你这种长得如此丑陋的人来这里 只会觉得自残行贿 这昭阳书院有你在 确实能增加不少乐趣 不过 这牡丹花带在正中间啊 还不如我这块黑斑好看呢 说完 转身就走 你 你这个女人说什么 你在说什么 别来招惹我 我现在没时间来拿你取消 还有 记得下次不要那么呆牡丹花了 真的太丑了 你 你自己长成那个鬼样子还敢说我 本小姐可是李家的大小姐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居然敢说本小姐丑 我要让我爹打死你 贱人 不要脸的丑八怪 苏昭弟早已经出了书院 回到铺子时 天色已经擦黑了 又问他今日是不是还要住下 苏昭弟想了想 还是决定回摇光村 小五肯定要在等他的消息 谁也拦住他 出去了一趟 回来就牵回了一匹马 骑马回去 速度快了很多 我只求财 把你身上值钱的东西 银两 还有这匹马留下吧 至于你 我可以不伤你 放你离去 什么时候弃贼 也干了这土匪的货了 你知道我是谁 从牢房出来时 我告诉过你 我身上有银子的吧 看来你这是刚出来 需要银两 看来你真的知道我是谁 我真的很好奇 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哦 我明白了 你是故意告诉我的 你知道我会来找你 或者说 你就是让我来找你 说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否则的话 我今日可能就不只是求财了 害人性命的事 我虽然不愿干 但也不是不会干 我既让你来找我 自然就不会怕你 我只是觉得失望 本想看看你的本事 可现在你居然干了土匪的货结 还真是让我失望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前来是为什么 若是为财 我明确告诉你 我出狱之后 你是我的第一个目标 还没得逞 所以我身上没有银两 不是为人骂 敌死不从 我告诉你啊 我对女子颜值要求很高的 不然我提不起兴趣 被鞭子结结实实的 抽在了后背上 你这个狠毒的女人 你 你到底想做什么 你杀了我吧 我绝对敌死不从 好疼啊 你这个疯女人到底要做什么 好疼啊 我告诉你 杀人可是要坐牢的 这里荒郊野岭 我就算杀了你 也不会有人知道 而且在这个地方 毁尸灭迹也很容易 你大不了就跟荷叶一样 算是失踪之人 给你个机会 我现在离你这么近 若是你能从我身上 拿到什么东西 我就饶过你如何 你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故意引我前来 难道就是因为要杀我 还是说我以前 偷过你家祖坟里的东西 你是来报仇歇分的 不 在狱中时 我是第一次见你 你是第一次见 我跟你无怨无仇的 你把我狂来这里干什么 难道你真的需要男人 想多了 我就算长得丑 也没急不择时到这种地步 你放心 你娘生的你很安全 你完全不必有这方面的担忧 你刚才说的话可要说话 你说会放过我的 君子一眼 四马难追 你是不是可以放我走了 我是女子 可不是什么君子 你这女子 怎能说话如此不说话 告诉你啊 你要是敢对我怎么样 我就把这块玉佩给摔了 你可以试试 这玉佩若是摔坏了 绝对会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你想什么 不用那么怕 你若是听话 我暂时不会杀你 他说着 手中鞭子猛然甩出 鞭子缠绕着他的脖子 把他拉到了苏昭蒂面前 做到地伸手 快速往他嘴里塞了一个药丸 鞭子便松开了 你 你 你给我吃了什么 你这个女人怎么如此恶毒 果然长得丑的女人 心都是黑的 我跟你无怨无仇 你为何要如此害我 我给你吃的是毒药 但不会立刻发作 因为我还不想让你死 对于你说 你跟我无怨无仇 我为何要害你 这话很可笑 这个世上并不是有仇有怨 才会让人生出害人之心的 你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既然不想让我死 为什么给我吃毒药 你到底要做什么 我需要你的本事 你放心 跟在我身边 我绝对不会亏待你 什么 跟在你身边 什么意思 你不需要知道我的事情 只需要知道 我现在就能要你的命 这毒药三日之后会发作 你若是想好了 那就去桃花镇西面的一间 刚装修的药铺 找何天光 他会安排你的 同心骑上马 又从怀中掏出一个浴瓶丢给他 这是治疗外伤的药 我配的 效果很好 还有 这里有十辆银子 你可以去住客栈 吃顿饭 记住 你只有三天的时间 三天后 若是没有解药 毒药发作 你会全身经脉尽端 皮肤溃烂 非常痛苦地死去 塑料弟说完便骑马离去 烟寻站在那里觉得满心愤懑 之前到底是有多想不开来招惹这个女人啊 你回来了 若倒弟点点头 牵着马 拴到了驴棚里 驴子看到那匹马 似乎很不爽 还对他撂嚼子 马被他踢了好几蹄子 若倒弟对着驴子的大脑袋就是一巴掌 不许欺负他 这是我借来的 你给踢坏了 我就用你去陪 哼 那个真是个恶女人 你看 连驴子都怕你 我就是恶啊 但是你为什么不怕我呢 因为你是我娘子 不喜欢看你凶悍的模样 苏倒弟皱眉 他怎么觉得 这记名跟之前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啊 他毫不客气地抬脚 一脚对着他的重要部位就踹了过去 娘子 你这想让为父绝后吗 若是踢坏了 以后可就要守活寡了 滚 下次不要踢那里了 那可关系到你一生的幸福 记名你发什么疯 跟你只是名义上的夫妻而言 你很清楚不是吗 我们将来可是要 才刚说到这里 记名却猛地俯身 朱照弟的唇被堵住 你 混蛋 晚上我非要堵死你 居然敢这么占我的便宜 简直是找死 娘子 你这样就可爱多了 不准叫我娘子 我们迟早是要 娘子 你要是再敢说那两个字 你就再亲你 而且这次 不管你晕不晕 我可都不会再松口 记名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想要干什么呀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还是你 爱上我了 记名 掐断你这种想法 不要爱上我 也不能爱上我 我的生命中是没有感情这回事的 为什么没有 我长得这么丑 你真的爱上我了 她觉得记名的审美实在太糟糕了 我无所谓 你如果觉得丑八怪的形象更方便的话 你就这样就好 塑造地沉吟了一下 盯着记名的目光 多了几分探究 三姐 三姐 小五啊 你再等几日可好 认识答应给机会 不过 她让我给她女儿治病 我给她女儿看过病之后 你们就能入学了 三姐这么晚赶回来 肯定没吃晚饭吧 三姐夫在厨房给你留了吃的 你赶紧去吃饭 三姐 今日三姐夫还给你留了鸡蛋羹 婶婶本来不愿意的 三姐夫非要给你留 三姐不喜欢吃鸡蛋羹 你跟小五来吃吧 走 说着 一手牵一个进了厨房 第三日是 塑造地忽然接到了和爷送来的信 说是昭阳书院的院士去找过他 于是 他便骑着马去了桃花站 嫣儿不怕啊 你一定没有问题的 肯定能怀上 别担心 不怕啊 娘在这里 你把舌头伸出来给我看看 还有 我需要问一些事情 外人不便听 夫人让人都下去吧 你家相公家中可有妾室 嫣儿小心地看了院士夫人一眼 垂着头 没说话 那你家相公 该一月有几日 卸在你的房中 嫣儿 什么 什么意思呀 是 是孤夜房中有别人 他当初娶你的时候 不是说绝不纳妾吗 他怎么会有妾室的 你为何从未对我们说过 紫石低着头 双手搅着帕子不说话 说话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当初他求亲时跟我们说的话都是假的不成 我们是被他骗了吗 娘 你小声点 跌身体不好 你别气到他 什么气到他呀 现在是在说你硬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真的娶了妾室啊 那对你如何呀 还如当初追求你时的模样吗 哎呀 我苦命的女儿啊 这怎么会如此呀 我们当初真的是瞎了眼呀 怎么就给你找了那样一户人家 嫣儿 夫人 你们这是怎么了 是嫣儿的身体出什么问题了吗 怎么哭成这样了 苏大夫 这 他们母女这是怎么了 怎么都哭了 可是我家嫣儿身子不好 你家女儿不是身体上的毛病 虽然我只是诊了脉 还会问诊完 但大概能知道 你家女儿身子没毛病 至于其他 院士还是问你的女儿跟夫人吧 我就先走了 院士一点茫然 天日我能做的已经做了 希望院士也能信守承诺 不瞒您说 我家弟弟妹妹前几日 听我说能上书院 就一直高兴兴奋到现在了 我替弟弟妹妹 谢谢院士的台爱了 说完 转身就走 院士想要说什么 可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回到铺子里 荷叶他们还在忙 主子 我身上银粮不少 一会儿我请大家去冲雨楼吃一顿吧 请主子上锅 我本来还准备直接回摇公村呢 既然荷叶请客 我一定得去大吃一顿 我知道今日我若不说请大家吃饭 主子也是要请的吧 主子放弃 铺里的事我会照看好的 好 那这铺子可就交给你们了 对了 我让你打听药材的进货渠道 打听到了吗 打听好了 我准备明日就去找种植药材的农货谈谈 距离桃花镇大概有四五日的路程 好 银子你先用 若是不够 我再来想办法 主子 您给了我真整五百两呢 怎么会不够 第一批药材肯定是够的 我们第二批药材到的时候 铺子应该有银钱周转了 我发现 我这次真的是捡到宝了 何叶 你一定会是个非常好的掌柜的 是我的幸运 跟着主子让我觉得 自己的生活忽然有滋有味起来了 以前一直害怕我儿子儿媳 哪天把我手里的银子都套走了 会怎么对我 如今没有他们 我觉得我的日子都自在起来了 何叶 主子 我们今日真的去淳雨楼吗 我能要一份酱肘子吗 你这小子 只要好好干活 想吃什么都行 书到地带着众人在淳雨楼要了包间 美美的吃了一顿 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报复苏照地 把他们全都关在空间里那么些日子 居然一窝蜂的 全给他敬酒 你们呀 真是不知道说你们什么好 不是那是有抽不爆的人吗 你们等着吧 等他就行 看怎么收拾你们 何叶 您别吓唬我们 不至于吧 我们 我们就是难得跟主子一起喝酒 我们也是喝多了 所以才做了这些事 您可得帮我们 是啊 何叶 您可得帮我们呀 我们现在再也不敢灌主子喝酒了 还不赶紧叫辆马车 把主子带回去 难道你们要背回去呀 我们可不敢 主子可是有相公的人 再说是男女受受不亲 叫了辆马车 一车全拉回了铺子 这位公子你怎么了 电药 然后便倒在了地上 躺着打滚 额爷看着他躺着死去活来的样子 心里发颤 赶紧吩咐人把他抬进去 然后从自己的怀中 套出一个浴瓶 倒出一颗药丸塞到了他口中 把主子送回我了 这 这个症状 跟我们之前的毒一样 何爷 这个人 我只是很好奇 他是为何会被主子看上的 是主子看上他了 还是他跟我们一样 不知死活地招惹了主子 这人是不听话吗 所以才会被主子如此折磨 我们之前可是给了暂时压制毒药的解药啊 不清楚 现在主子喝醉了 估计也睡着了 人该如何处理啊 算了 让他睡在这里吧 夜里凉就给他拿床被子 你们其他人都会客栈吧 明日记得早下来干活 何爷从后院他们居住的屋子 给拿了一床被子出来 我们把这两张桌子合并起来 让他躺下睡吧 何爷 这人得罪了主子 我们没必要管他吧 你刚才给了解药 已经对他人之一尽了 没必要再这么管他了吧 或许这个人会逼我们有用呢 你呀 还是趁早接个善缘 刘兄不明白 他脑子转得有些慢 不过江河也已经动手搬桌子 他也只好上前帮忙 不说 你醒来怎么也不说一声 这大晚上的很吓人啊 我没死 你当然没死了 我们这里是医馆 虽然还没开议 不过也快了 医馆 我是来找苏昭弟的 那个恶毒的女人在哪儿 我跟他无怨无仇 他为什么要害死我 苏昭弟在哪儿 他让我来这儿找他的 他人哪 让他给我出来 我很同情你 但是现在你最好不要再叫了 若是把主子吵醒了 你估计还要有苦头吃呢 我告诉你啊 我们主子别看是个小姑娘 但却非常狠辣 你现在落入他手中了 那就自觉点 千万别去招惹他 他现在醉酒睡着了 你要是敢吵醒他 万一再给你点毒药 你说你怎么办 我跟你说 识趣点吧 别跟自己过不去 我爷跟柳青劝了半天 千旬不叫了 他开始坐在桌子上 感叹命运的不公 也气自己在狱中 怎么就没看出来 这个苏昭弟 简直是一只豺狼呢 亏他还觉得自己悦人无数 可是却误把豺狼 当成了小白兔 苏昭弟 你这个恶毒的丑八怪 你找死 我跟你无怨无仇 你为什么非要整我呢 非要把我整死呢 我也没偷到你的东西啊 你就不能放过我吗 苏昭弟 你不得好死 你怪不得那么丑 肯定是坏事做太多了 这是报应 是上天的惩罚 你那么丑 没有男人会喜欢你 你不仅人丑 你心都黑透了 丑陋不堪 哎呀 原来你对我的怨念这么深啊 睡觉想的都是我 天旋 迷迷糊糊糊的还在念当 苏昭弟冷笑了一声 直起身子 一把把他身上的被子给扯走了 然后 直接把被子丢到和爷跟柳青的屋里 然后 直接回自己屋里睡觉了 天空刚蒙蒙亮时 也就起来了 哎 果然冬天了 这天啊 是一天比一天冷了 可是刚一进前堂 就看到桌子上 坐着一个人 浑身都在打哆嗦 这 你这是 你没事吧 我现在去生火烧水 你喝点热水能好些 天寻多嘱的话都说不出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昨晚给你拿被子了 你难道半夜睡的 又给我还回去了 你 这到底是怎么得罪我家主子了 怎么 他要如此整你啊 哎呀 你没事吧 你这冻的手脚都是酱的 跳下来干什么 幸亏裹着被子 你这腿是要断的 哎 我看看 你这腿要是断了 鬼就会被主子嫌弃的 把你丢出去 你得饿死了 他看了一番 好了 你这腿没事 地上再坐一会儿 就能活动了 我先去忙了 天寻坐在地上瞪着他 只觉得满心的悲凉 自己堂当一带神偷 怎么来了这么一个 鸟不拉屎的小镇上 就被气不成这个样子了呢 来铺子上宫的人 看到地上坐着一个 裹着厚厚被子的人 都很诧异 嗯 千寻你怎么坐在地上呢 你今天才来找我的吗 不对呀 你昨晚就应该毒发了才对啊 千寻抬头 张着一双赤红的眼睛 瞪着苏昭蒂 像是随时要扑过来 跟他拼命似的 哎呀 你别生气了 你既然来到了这儿 肯定也看到我这儿的氛围了 很不错吧 你看和叶他们都那么勤劳 和善 以后一定能跟他们相处得很好的 千寻猛地瞪大眼睛 一把甩开了苏昭蒂 亮枪了几下 好在没有摔倒 好了 我对你没恶意的 我是欣赏你 才想让你跟着我的 千寻啊 我这个人呢 从来不是什么良善之人 折了我 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的 而对于自己人 我也会拼尽全力相护 我知道你不是桃花镇上的人 跟着我 说不定哪天 你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呢 我有什么梦想 你怎么会知道 这些话你自己说出来 不觉得可笑吗 当我是三岁孩子嘛 我的铺子说不定以后 能开到京都去呢 你的梦想不能实现吗 开到京都 你问你是谁啊 你怕是连齐州都没去过吧 不知道大的城池是什么模样 我确实没去过 不过 我并不是在跟你商量 更不是在求你 你没有选择的权利 因为你的命 现在捏在我的手中 千寻一掷 眼中的神采立刻暗淡 他差点忘了自己现在的楚江 他居然被这么个丑拔怪给威胁了 你以后会庆幸自己今天这个决定的 跟着我 绝对比你现在老做这些偷鸡摸狗 时常下狱的日子要强 千玄翻白眼 他很有名气好不好 三姐 三姐 我们能入学了 我跟小罗能上书院了 你怎么知道 我不是才回来吗 是书院的人来送信的 那时候三姐还没回来 他们昨天就来送信了 小五开心的一晚上都没有好好睡觉呢 得好好休闲 这么激动 我真的是太激动了 三姐 我终于可以跟其他的人一样上学了 是啊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跟着夫子学习 之后可以出巷入匠 将来三姐说不定都得靠你养活呢 养 我一定会养三姐的 嫂嫂还真是有本事呢 既然能让书院改规定 硬是把小五跟小罗给塞进去了 只是这外头 怕是又要传的风言风语了 嫂嫂你还老是夜不归宿 不管怎么说 你都是女子 还是出嫁的女子 也该为我哥考虑考虑 我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 什么时候我的事情 轮到一个整日都靠我养着的小姑子管了 我知道嫂嫂一直都对我不满 我 我只是舍不得爹娘跟哥哥 如果嫂嫂实在是看我不顺眼的话 我走就是了 只是求嫂嫂 让我偶尔能回来看看爹娘 我跟他们已经分开三年了 我真的特别想念爹娘 嫂嫂 我求求你好不好 哎呀 月儿 你这是干什么 这个家还轮不到她做主 我跟你爹都还活着呢 她要是不想过了 就让你哥修了她 让她滚蛋 婶婶 你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的就骂我三姐呢 这件事明明是月儿姐姐忽然过来找茬的 是她先说三姐的 三姐没回来 也是住在镇上铺子里 她在为我们入书院的事情奔波 为什么月儿姐姐还要那么说她 小五 三姐今日再教你一件事 就是可以预见的结果 那就没有必要去争执 因为那不过是浪费口识而已 即便你说的是事实 非常的有幸福力 但是你婶婶不会相信 那又何必再去说呢 你说是不是 左眼睛自懂非懂的点点头 婶婶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说的话呢 三姐说不要争执 可是我觉得婶婶明明是个非常明事里的人啊 而且婶婶还很疼我跟小罗 婶婶可好了 小罗最喜欢婶婶跟三姐了 婶婶 你能不能不要骂三姐了 她是因为我们才没有回家 我可以作证 三姐在镇上的铺子里很大的 她睡在铺子里 被两个小家伙这么一说 巫师就算有再多活 也发不出来了 以后能不能不要去招惹她 每次都被她欺负 你怎么还去 不长记性呢 哪个苏昭弟是无赖 你一个柔弱女子 老去招惹她干什么 苏昭弟无语了 三姐像无赖吗 不像 三姐才不是 三姐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好人 最好的姐姐 三姐 我觉得三姐当我无赖挺好的 你跟爹那样的无赖不一样 三姐不会欺负人 可是也不会被别人欺负 我觉得这样很好 小五啊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你跟我是一路人 很好 非常好 无事端了饭 从厨房出来 小五 小罗 吃饭了 走了三姐 吃饭了 爹 你这腿这几日如何了 我这些日子忙着 铺子跟他们俩的事 也没顾得上 一会儿吃完饭 我给你好好看看吧 三丫头啊 你没事就好 那日看你被带走 我跟你娘都很担心 你想开铺子就开吧 爹支持你 我如今这腿一天天建好了 再过一两个月 也能跟明儿一起上山打猎了 倒是咱家的日子能好过些 也能攻得起小五跟小罗上学 你安心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好 苏照帝看着季老三 他的脸上已经有了不少皱纹 他的脑海中 不由闪过那个一直在他耳边 唠唠叨叨的老头 堂堂侯爷 在外威风凛凛 威严无比 在他面前 却如同一个老妈子似的 不断唠叨 侯府被灭眉那时 老头紧紧抱着他 对他说 阿黎 以后爹娘不在你身边了 自己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 谁知道 你不是个只会招猫斗狗 娶乐玩耍的人 你记住 以后我们家 只有你跟你阿姐了 你一定要活下去 我救你阿姐 要保护好阿姐 更要保护好自己 眼前仿佛又浮现出那日满院子的血 到处都是喊煞声 到处都是尸体 还有爹娘撕心裂肺的喊声 让他走 赶紧跑 苏昭帝缓缓闭上眼睛 手掌无意识地捏紧 直到筷子在他手里被捏断 苏昭帝你什么意思 你这是吓唬谁呢 还把筷子捏断了 你难不成也想捏死我吗 苏昭帝猛地抬头 一股狠力 凶悍的气息 猛然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三丫头 你别生气 你婆婆他就是那么个人 他对你没坏心的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你吓到孩子们了 爹 娘 我回来了 哥哥 哥 哥哥 苏昭帝要杀了娘 你看他这个样子 他真的要杀了我们 苏昭帝 怎么了 我娘又把你说生气了吗 她没有坏心的 之前你被抓入狱 她都很担心你 你不要跟她计较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 我刚才怎么了吗 你娘骂我 我都没说话 好 我今天上山猎到两只兔子 晚上我们可以吃兔肉了 你上山了 这么早就回来了 好了 都做些吃饭吧 明儿也回来了 赶紧吃饭 三姐夫是从昨天就上山的 今天中午才回来 三姐夫 你没遇到什么猛兽吧 没受伤吧 没事 你们吃吧 我不吃了 嫂嫂 娘就是那个脾气 她现在身子也不是很好 你以后就让着她点吧 你看 她现在饭也不吃了 饿出毛病 可怎么办 你哥不是去送饭了吗 怎么会饿到 而且你娘那种人 是不会亏了自己的 嫂嫂 你怎么能这么说娘呢 你就算不喜欢她 那你也不能在我爹 跟我哥哥面前这么说吧 谁说我不喜欢她了 我很喜欢她 你不相信去问她 她说不定也喜欢我呢 毕竟没有我 你们家可能还住山洞呢 嫂嫂 你根本就没有必要在我哥哥跟爹面前装 你要是真的喜欢我娘的话 你怎么还老是气她 刚才你那个模样 看着就像是要杀了我娘似的 三姐夫 我三姐真的很喜欢婶婶的 我们也很喜欢婶婶 可是月儿姐姐 为什么总是误解我们呢 你 你也不相信 我其实很喜欢你娘 被你喜欢也真的挺累的 那也得你娘领情啊 每次被人点拨几句 就来找我麻烦 我也是真的懒得计较 金明 爹 我现在没心思 也没精力处理家里这些事 所以若是太过分的话 那我的处理方式 可能就会很极端了 苏导帝话音落下 也放下了筷子 回了自己屋 要不是看在这一大家子的份上 他真想让和爷直接把他给卖掉 鸡大叔 三姐夫 你们慢慢吃 我先走了 凌月 你吃饱了吗